大家好,我是Stan 男团iKun也要离开YG娱乐了 12月30号,韩国一家媒体独家报导了 YG男团iKun成员们与YG的专属合约到期 且决定不虚约的消息 目前iKun成员们正在寻找新经济公司的同时 也在考虑亲自设立公司想要继续维持团体 而在这个报导没多久 YG娱乐也发出声明表示 iKun成员金吉兰巴比 崇云荣九十年金东洋成长 在透过长期讨论后决定尊重彼此的意见 结束专属合约 谢谢一直以来支持iKun的粉丝IKun 希望能继续支持成员们新的开始 最后YG娱乐也表示 与演员Kun的专属合约也结束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好意外,竟然是全员没有续约 如果是去The Black Label的话 应该会跟太阳一样 同时会有另外一个新闻吧 但是也希望能一起去别的地方重新开始 哦,那么可以跟BI合体了吗? 还是只有这些成员们想要设立自己的公司呢? YG现在真的只上Black Pink Winner Treasure了 Black Pink明年就到期了 真的很担心 YG是不是有什么事呢? 怎么都这样离开呢? 对于iKun与YG结束专属合约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YG娱乐新人女团的消息 今天YG无预警公布了 会在1月1号公开新人女团的消息 当然1月1号应该不是发表出道区 而是公开成员发表预告片 但是目前四大经纪公司当中 只有YG到现在都没有推出第四代女团 所以今天这个消息 就令粉丝们都非常兴奋了 啊 太期待了 是真的吗? 真的很好奇新团是什么风格 而且还是1月1号封了 应该是YG 所以应该会是预告片 然后又是预告片吧 YG竟然也推出多人女团了 好神奇 已经开始很期待实力了 明年女团大战 应该会更激烈了 所以大家觉得 YG新人女团 会是什么样的风格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跟我一样 不太会拍照的人 必须要看的内容 我会拍照的 我会拍照的 只要一角teil 真的假装 就會會痛 吃了 身為一個慶品 uffled起來 這個就需要高我們 真的 就是一個 trick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头要痛 脖子要痛 肩膀要痛 肚子要痛 胸要痛 怎么样 还不错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